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是从这个什么时候使用这个巧克力的 平原种饭了一开始使用了 这块地种玉米的时候一亩地带了二三十斤 然后跟是复合肥搭配的是吧 用过之后你感觉这个 玉米这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明显明显不一样很好 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用这个巧克力 跟用传统的这个复合肥相比 今年这个玉米涨势上 它这个个头 包括咱这个颗粒饱满程度啊 明显不一样 很好 然后我看这个 这个玉米棒上 每个玉米棒上这个 干尖几乎没有 然后这个颗粒啊 就是薄满 也薄满 然后像咱这个品种的话 它这个一亩地带预计能缠到多少斤 1600到1700左右吧 反正是比用传统这个复合肥要强的不是一年半斤 对 往年用复合肥的能缠到多少斤 往年用的复合肥没有缠那个巧克力 平均往年就是一千二三 一千 一千三四 也就是说能增产三百到四百斤吧 对对对 因为我看咱地里这个 这个玉米啊 几乎没有什么病态啊 没有人虫态 另外我看这个颗粒个个都很均匀 然后就说这个 开练的也非常漂亮哈 感受一下用巧克力 玉米丰收支付的喜悦 师傅 这是多大面积的地 八亩三 用了这个巧克力 我看各种病害 包括咱这个 蜘蛛长饰也挺好哈 所以说用这个巧克力 蜘蛛干系 然后这个各土产量还是非常有保证哈 尤其在这个今年这个盒子这个 自然灾害比较多 前期这个雨水比较厉害哈 对 雨水特别大 大家可以看看使用巧克力跟使用传统肥料的这个对比 我们可以转一圈哈 没有任何的这个花里圈的现象 然后看看这个也转一圈 看这个对比 一目了然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上秤 应该是在 0.53斤 然后我们看这个用这个 传统肥料的 0.29斤 2013年 巧克力开辟了荒肥行业的新品类 克力水龙肥 打破了水龙肥都是 粉状跟液体状的历史 那么巧克力不仅天津淡脸酱 还有中微量元素 还有矿氧氧酸 还有巨天冬氧酸 巨骨氧酸 另外还可以调节土质酸碱的这个核心配方牛状素 营养成分呢 比传统这个水龙肥的更加的全面 而且呢 效果呢 更加的突出 啊 我们也通过这个巧克力跟传统复合肥 做了对比 效果非常的明显 现在呢 巧克力已出口到46个国家跟地区 啊 也给越来越多中之户带来 丰收致富的喜悦 啊 所以选择巧克力 绝对没问题 克力熟米巧克力 注意上下鱼米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可可力 对比 还用现在的打击